11月6日,无尊更新社交动态,称自己带家人一行再度来到中国,因为这两年疫情的原因,无尊一家只好遵循规定一直待在文来生活,如今好不容易得到允许,无尊便迫不及待地带着全家来中国。 无尊在文中写道,一家人距上次来中国已经相隔整整两年,还提及当时家人在中国玩得十分尽兴,对中国自然也是分外留念,所以此次旅程。 一家人都是十足的雀跃,在登机前还不忘与无尊的人行立牌合影,记录下这次出行的幸福心情。 此次出行一家人可谓费了不少周章,为了做好防护工作,一家人更是身穿包裹岩石的防护服,从晒出的全家服看,妮内已经出落成婷婷玉丽的大姑娘,弟弟看上去同样帅气可爱,完全复制了爸爸的优越美眼,而林丽银依旧是温婉可人,即便佩戴口罩,也遮掩不住其清秀靓丽的容貌,全家对着镜头微笑,画面温馨有爱。 从视频中也可以看出,一家人此次乘坐的是豪华商务舱,想必也是尽最大努力的保证自身安全。 无尊还晒出与儿子Max的亲密合影,小家伙长高了不少,而在飞行途中,女儿妮内表现兴奋,不忘拍照留念,记录下空中俯瞰大地的视角。 无尊工作室还晒出了一则视频福利,视频中,无尊特意采访儿子和女儿,询问大家再度来到中国的心情。 两个小宝贝更是不忘高调表白中国,高呼自己很喜欢中国,来到中国很开心,对有关中国的话题更是侃侃而谈,并且透露此次旅程,一定要打卡迪士尼乐园,想必一家人早已做好了周密的行程规划。 在飞机落地的时候,两个小家伙更是表现得更为欢托,足以看出小小年纪的他们已经对中国有了很深厚的感情。 因为早年无尊一直在中国工作,以至于至今还有不少网友一直认为他就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人,因为一直对中国拥有特殊情节。 无尊也一直用自己的方式默默支持与热爱中国。 今年9月份,无尊还与家人一同接种了中国疫苗,还特意发文表达内心的激动心情,并且对中国防疫工作大力称赞,出于信任,一家人也都选择了接种中国疫苗。 在飞机落地知道反 quoi,如果和 Ihr虽然有多年アメリカ行事,,в一家人也最好情况可以说。 对方搜尾 你给你带走